谋事在人,城市在天的真谛 谋事在人,城市在天,这句谚语出自明代罗冠中的三国演义第一百三回 谋事在人,城市在天,不可强于人 也就是说,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至于能不能达到目的,那就看机会如何了 老天保佑,还有一种解释是 有些事只有人的努力是不够的 还得靠运气,跟打麻将一样 这就是说,事物的成功取决于两个方面 主观努力和客观条件 在某些方面,这确实是一种中庸之道的处事原则 但是,对于这一客观条件 实际上是机会,是运气 假如告诉你这是个机会,我想每个人都会抓住它 可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实际上机会已经来了 许多人觉得自己的运气不好,在等待好机会的时候 他却迟迟不来,更多的是无奈 机会其实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巴斯德说,机会只有准备好的人才有机会 劳伦斯·J彼得也曾说过 不要有心胸狭窄,生不逢时的想法 如果你是锥子,即使放在口袋里,年长日久 也会冒出尖来 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 机会就是创造 抓住机会变成了机会 何谓机会?现代汉语词典认为 机遇是一种有利时机,有利条件 当今社会,人们对某项观测活动有计划 有目的有意识的进行,实验时的偶然发现称为机会 由此看出,机会是客观存在的事物 是对机遇和把握机会的总和 机会是偶然的,客观性的,并且是感性的 客观是指机会的存在,并不因人的好恶而变化 意外性是指机会经常出现在人们有意识 有目的预知的活动之外 机会的实质特别强,长则数载,短则短暂 期望中的机会不等于创造的机会 机会总是有神奇的色彩,一个人的成功有一半是机会 一旦失去机会,那就是一辈子的遗憾 可惜家人拿破仑聪明过人,才华横溢 却总得不到上级的重用 在一次镇压政变中,他的军事才能大放一彩 从此一名惊人,后来成为法兰西帝国的皇帝 很多出名的艺术家也因为偶然发现了机会而大放一彩 歌唱家张建一在早堂里一觉 慧眼发现了这个五音不全的南高音 经过学习训练,在国际声乐比赛中获奖 看得出,有人搭上了机会的快车,顺风而行 有人错过了他,就会后悔一辈子 有人一辈子没能实现,默默地埋怨自己的才华 盲目地追逐机会,守株待兔,只能坐以待毙 那些依靠机会成功的人,并非都值得羡慕和青睐 被发现,不见得都是天才,可有才华,却时常未被发掘 机会不可失,事宜更可悲 我们要学会创造机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奋努力 不断进取,脚踏实地的耕耘,才能取得成功 在机会敲门时,如果你还在犹豫是否起床开门 他就会去敲别人的门,能够带来机遇 而拥有机会,并不等于能够实现目标 还有机会,那是个绝佳的机会 时不我待,凡事都要有一点,天时地利人和 若不能会眼时变,则会在瞬间消失 人生在世,机遇不可能一次也不会降临 人们的生命中到处都有机会 只要留心机会,就会发现机会,抓住机会 但是,它却从你眼前滑落 当机会发现,你并不准备接受它的时候 能不能抓住机会,是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 机会总是偶然的,稍纵即逝 所以,要抓住机遇,就必须要由敏锐的头脑仔细研究 仔细观察,抓住机遇 俗话说,人生得失,关键在于机会得失 跑动不一定能赢,努力的不一定会获胜 只顾着埋头苦干,不一定能成大事 天上从不会掉馅饼,这是事实 一言以蔽之,生活在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界 只要平时注重加强知识的积累 感为天下线的创新意识和勇气 把握时机,那么你的事业就会不断取得成功 有一句话说,机不可施,时不我待 因此,要把握机会也是一种能力 它将帮助你在人生的道路上 艰难跋涉时,做出转折性的飞跃 让你看到成功女神的笑容